早在台中有一個高高寡過的女婿 她在家裡不會穿起 又鄉鄉沒有心跳 送便宜是救不回來 她的背部原理是說 這個孩子就是打在睡 不才會不會穿起 要不然便宜所發覺到這個孩子 她的生活有一些雙痕 跟五千雲火燉燉燉 這個老婆是一直到半眉 才不會說有對孩子起腳踏手 這個案情並不單純 會懷疑案情真相 警方隨即組成專案小組轉換調查 積極查明各項事證 並帶回男嬰父母親分開詢問 父母兩人在面對警方調查的時候 對於男嬰的受傷原因必重就輕 目前已將兩人列為重要關係人 並抱起台中地檢署指揮偵辦 後續將一規定辦理相驗 以釐清男嬰死嬰 這個警方式表示說 警方早上买阿嬤的時尊接到報案說 台中市的檔署有一個高高寡過的鴨子 不會穿開 又沒有心跳上 她是救不回來 她的北部剛開始呢 是說是趴在睡才不會穿開 但是這個便宜所發現這個鴨子有寡胸 警方跟北部兩個人聽開來問話 這個老婆樂妹才說 其實她有對孩子來起腳踏手 現在警方是要來李青西音 專案依上海第四桌來辦理